去海邊啊 水深危險啊 勤勿在此掉 勤勿衝浪 勤勿跳水這種 嗯 而且牌子寫的都是真的 有可能原本沒有牌子 就已經犧牲了幾位小夥伴 所以才會立一個牌子在那邊 不要再去那邊玩了 那個是真的喔 不管有沒有農曆契約 請大家不要在家裡放大貝咒啊 放這些東西 有些在佛教的觀念裡面 他們是普渡給眾生 眾生就是那些好朋友們 他們可能留在人間還沒有離開 他們就在海邊說是你發便當 你在你家發便當 然後便這便當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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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會越排越多 人家排一圈 圍繞你家裡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拉 今天呢 是一個非常沉重的一集 因為最近呢 農曆契約要到了 然後如果說 追蹤我IG的人都知道說 我前一次發生了一些 比較不好的事情 你們兩個應該知道吧 知道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這個經驗 剛好前陣子 就突然發生了這個事情 真的很神奇 這一集呢 不是要什麼怪力亂生 就是以一個個人的經驗 今天呢 還有請了一個 上次幫助我的老師來 然後想要跟他一起稍微聊天 順便跟大家敘述一下 這件我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們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下去吧 我們就來一起 歡迎我們的小蘭老師 加油 老師來就會有一種 好像大家的心情 就會變得很安穩的感覺 是不是 平靜 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本老師的淵源 就是因為呢 我大概上個月的時候 有一天我在沙發上睡覺的時候 突然感覺到有東西在我的沙發上踏來踏去的 然後那時候呢 一直以為是Punking 突然想到說 那時候Punking不在我身邊 那怎麼會有這個奇怪的聲音呢 然後我就張開眼睛 之後呢 我就發現我沒有辦法動 就是動彈不了這樣子 我就一直很拚命的很想要叫 然後很想要伸手去揮啊 或什麼的 但是我發現就是我的身體沒有辦法動 然後大概過了 五到十分鐘左右 我才真的 蘇醒過來 然後醒來第一件事 就是趕快先離開那個地方 人生中就大概是第二次發生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害怕 然後後來呢 我那一整天開始就覺得有一點 當然我覺得就是 這個情況發生 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有可能是因為你 可能壓力太大 疲勞 或是什麼 睡眠的一些相關的症狀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那幾天 一直整個就是 渾身不對勁 然後覺得悶悶的 然後到隔一天喔 我都飲食非常非常的正常 不吃油炸 不吃辣 可是就是一直覺得想睡覺 整個頭就是很昏很昏 然後後來呢 我就跟水兒一起去找了老師 我們那天約人約老師的目的 是想要問老師一些事情 或是聊聊天這樣子 結果後來老師一看到我 他跟我說 現在後面有三個啦 對 現在後面有三個 其實我覺得我當天的狀況 就是不太好 差很多 你今天就是精神很好 那時候就是 感覺是靠不清 中間還空了四十分鐘左右 我們沒辦法跟他講話 因為他就是眼睛張不開 我真的是 直接整個人是貪軟 在他們家的沙發上 然後完全不想動 然後他們其他人就非常的無言 記得我那時候全身就是冒的汗 就我真的很少這樣子的症狀 然後我問你是不是有去水邊 還是海邊吧 後面有三個朋友們 是叮叮發發燒噴噴 通常對我們來說就是 你是個好人 他才會跟著你 所以做人不能太好 不然會被人家親 是吧 那他會在什麼情況被跟啊 因為他說他也沒有去海邊什麼的 就是可能你剛好那一陣子特別累耶 類似有點像感冒這樣子 就是你的免疫力特別不好啊 你自己作息沒有很正常 太晚睡覺啊什麼的 比如說漏狗然後半夜經過公園 可能就有半夜會是公園出現的鬼 然後就跟著你這樣 可能說哇這人好愛狗喔 我會喜歡他的狗 我們有遇過很多 跟著寵物回家的 不一定是人型的鬼 有時候是動物的靈魂 有時候被 出車或者流浪動物啊 然後就跟著你的寵物 就是他們其實沒有惡意 想要一起玩之類也有 對或是來玩 他們有意識到自己嗎 還是說有一些搞不好沒有意識到啊 對很多 其實不知道自己已經往生了 動物對於生死這件事情沒有 我看老高也是這樣講 他說有些人就是你死掉 你不知道你死了 然後慢慢去就是感受 就是好像都沒人離你 所以才發現你好像 就是真的離開了 對 有可能就是一瞬間意外啊 車禍啊什麼的 瞬間死亡然後就沒有人發現你的話 就有消息需要我們去發現 所以說什麼樣的特質的人 或是什麼會比較容易 會吸引到這個好兄弟 還是說他怎麼避免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 年輕的小朋友 有這個體質 不過我們也不太清楚是什麼原因 可是大家的低流感越來越長了 因為每個人都有低流感 有時候你有直覺 你覺得明天會下雨 明天好像覺得你真的下雨之類的 每個人的直覺發揮的不太一樣 雖然我有的朋友 他就特別會抓別人劈腿 就是給他看說 欸你看這我男友 嘖 這可能會劈腿喔 結果他真的劈了 想要去偷看男手機 就是真的有東西 就是你的低流感 然後被放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就開始有一些不同的頻率 跟另外一個世界的好朋友們對唱的時候 你就會有感覺 這邊好像有點涼 或是有聽到一些聲音 或是會看到一些東西 每個人的狀況不太一樣 那我想問老師 從什麼時候開始 發現你的這個特質 小時候 三歲還四歲 就小時候住在頂樓家蓋啊 然後 因為爸媽工作很忙 所以很常 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畫很好吃 就看到 就家裡有一些 類似小精靈的東西 也不是真的鬼 嗯 他是動物的形狀 然後就是會來跟我聊天 欸妹妹你一個人 然後我們陪去玩 然後後來跟我媽講 就是打我 因為大人都會以為小孩 跟他講話 後來發現 其實我剛才看得到 只是他覺得很恐怖 所以就是 他腳不要來這樣 也是有一些人的體質 是屬於 雖然沒有看得到 但是他可能會暈對不對 對 或是他會覺得不舒服 我媽就是 他怕的媽媽就是 他只要就是 也是那種 那地方 磁場不對 或是你身上有不好氣 他就會 暈 或是他說會打嗝 在感應到東西的時候 你體內的這個氣場 或者是能量的流動 就會變得比較快 對 就是很像你 原本有吃東西 他加速他的消化 所以變成這樣子 但有時候也可能 就只是你消化系統不好 對 對 很多不好的解釋 對 反正就是可能有人會相信說 感應了 那種感覺 像有些人緊張開始流汗 那種感覺 阿老師你覺得這個特質 有給你什麼困擾 小時候很困擾 因為我以為 大家都跟我一樣是看得到這些東西 後來他不然其實並不是 可是我小的時候 遇過 有跟我一樣的朋友 但他後來 好像過得不太好 因為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 接受這件事情 對你看得到或什麼 在遇到越來越多 就是 小朋友看得到 然後媽媽再來找我說 他是不是瘋掉了 不是 他這次的妹子 對 有可能 是突然看得到對不對 那有可能是突然看不到嗎 有可能 全部都是不一定 會不會有些是 就是你可能以為他是真的 但他其實就是 很少 錯亂 但是有這個情況 就是有些 在人間待太久的 好朋友們 他可能會 吐到別人身上 以為這個人真的這麼乖 後來才發現 阿你卡到 因為卡到 因然後分手 很多 卡到的話 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你很難進去廟裡面 能夠幫你除掉 或說 送走那些好朋友的 東西 你就會很難進去 比如說 找老師 你就會突然有狀況 去不了 你突然就不想去 可能會想要阻止你 對 然後你另外一半就說 跟你去 跟你去 然後不要 然後就開始生氣 然後就來不去 然後我們就會拿衣服 所以才會 宮廟裡面也會有衣服 基蓋這樣 原來是喔 她的面相 是不是也是某一種根據 有時候真的不需要通靈 你看到他就整理 你自己不太好啊 因為會影響你睡不好啊 睡不好的臉色就會不好啊 然後你整個市場 乖乖看就沒精神 我覺得有時候的確跟可能很久沒見的朋友 或是之前的朋友等到見面就說 欸 你最近怎麼看起來氣色比較差 其實就是有點 相由心生的那種感覺 從外表去看出這個人最近過得怎麼樣 如果說你平常生活過得很辛苦 在換工作啊 或什麼之類的 就可能臉色也會變得比較差 欸 通常你剛離職說氣色會最好 哈哈哈哈 好 那我想要問老師 關於農曆七月有什麼禁忌 或需要注意的事情 有一個東西蠻重要的就是 夏天剛好都是會遇到農曆七月 去海邊啊 水深危險啊 晴霧在此釣魚 晴霧衝浪 晴霧跳水那種 嗯 那牌子其實都是真的 有可能原本沒有牌子 就是已經犧牲了幾位小夥伴 所以才會立一個牌子在那邊 不要再去那邊玩了 那個是真的哦 如果你在那個期間的話 比如說你遇到一個老師 有時候會算命啊 算一些其他的方式上 就跟你說 欸 你這個時候不適合去玩水哦 水關 對 那就算不要去 好嗎 游泳期一樣是水 嗯 有時候人就會說 欸老師我不能去水邊 那我可以去游泳期游泳嗎 其實還是比較好教 因為那也算是一個水 很淺 都有辦法溺死在裡面 我沒有遇過這樣的案例 所以明明就是 它可以站起來 可是還是死光 趕快插頭 再暈過去了對不對 對 這也都有可能 但是有一些 比如說農曆七月半夜 不要曬衣服啊 我是覺得還好 然後晚上不能唱歌跟剪指甲 是真的也還好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你可能會吵到你旁邊的人 如果你洗衣服的話 立刻會有你的意見 但是鬼這方面 他們真的對你的衣服沒有什麼興趣 那種如果有時候晚上洗衣服 那是真的不會 我覺得怕你就騎衣機太吵 你就會有意見 是不是說農曆七月的時候 不能吹子底 應該是不會吧 所以那個聲音不會特別的 怎麼樣 不會 那不能在室內開雨傘 通常這種很厲害的雨傘才好 因為以前的雨傘有些是竹餅做的 竹子本身就是一個 跟靈界比較有連結的 冰淇淋滿木頭或現在的塑膠來說 以我們來說是髮器或什麼東西 就是裡面可以放的東西 然後打開的時候 它就是那個髮器打開來用這樣 我今天有帶一個髮器來給你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手工的東西會比較容易 住靈魂進去 批量製造那真的就 還好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我們就買了7的那種 就是一個髮器這樣 有時候會需要 有時候需要回魂嗎 客人有點走深走深的時候 或是卡到某一種處理房子 我的客人也有很多是長輩這樣 所以想要看到一個東西 你真的很厲害 所以是需要特別準備一下 對 農曆七月拜拜晚的東西 如果你是敏感體脂的人不要吃 因為很有可能是會拉肚子 特別限定雙元節啊 我們鬼月都拜託地的 因為真的他們就是會來吃 如果你是敏感體脂的話 你可能就會有點接受到那個氣場 真的我遇過很多人 所以我以為叫大家不要吃比較好 欸但是我有聽過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也是有一點這種體質 他就說那種拜拜後的食物 味道變質 會變酸 還是說變苦之類的 或是變淡 有人有跟我分享過這個經驗 如果你在拜的時候 你就看到貢品好像在那邊 但是如果看得到 你突然怎麼那麼多人 一手一手在那邊拿 在那邊拿 他們在旁邊要吃東西這樣 哇 都滿沾南會 那麼多人這樣經過就拿拿 老師我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這樣我們就買到來買 像祭祀的時候有沒有什麼不適合的 我目前沒有想到什麼特別不適合的 你喜歡吃的東西 不要太遠 水果是各個種類都可以 不能有脂肪 其實像現在真的都還好 不停這樣大家抽驗呢 但是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話 有時候會擺一包香煙擺比較好 哦 你會點幾個 我之前聽說 晚上不能叫別人靈止吃 不能拍肩膀 這個從小時候就一直聽的 拍肩膀呢 是不會 就嚇到你朋友而已 那 被嚇到的時候 真的會有那種 魂飛破散 魂飛破散 我是覺得不會 鄉間小路 產業道路 讓你一個人走在路場 你就覺得你只有你一個人 可是你聽到有人叫你的名字 還是不要跟他不要 哦 對 如果你聽起來像你媽 你傳訊息給他 或你打給他 他根本不在這裡 趕快往前頭 那想問一下老師 現在有他嗎 有他大陸進 請問一下寵物是有靈性的嗎 跟人一樣 有些人看的到 有些人看不到 比如說我們去客人家裡的時候 有些客人會 就是請我看他的寵物 然後他就可以告訴我一些東西 比如說家裡有什麼鬼啊 然後幾點到幾點 他會看電視 然後會看什麼電視 然後裡面上面是什麼 就可以說 告訴我 請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隻狗 是不是有靈性的狗 很可愛吧 如果他可以的話 他這樣就可以 直接工作了 長得好看而已 所以我們旁邊就是比較屬於 就是個性比較大啦啦一點 貓好像比較多 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有些貓就是緊張嗎 不關他的事 他就不管 你跟動物的個性也有關係 對 可是狗就會很緊張說 我跟你說 晚上家裡有來一個人 不然你擔心他攻擊我 不然你快點幫我 你聽到他就 摸摸摸摸這樣叫 不然你也有聽到那種 吹狗雷 阿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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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的東西 跟你旁邊有沒有關那個東西 所以吹狗雷不代表說 一定有什麼東西 有可能只是狗狗的天性 或是牠們在吵架 對 那老師 你有沒有在農曆七月 遇過什麼可怕的事情 有 中元節的時候 當天 除非有工作 不然我們覺得不會出門的 在家裡整天從早 待到晚上11點 很多公司好像都會拜那個中元節的 對 就很熱鬧這樣一大堆 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們會出來吃飯 所以對我來說 錄像是 一個大型的 伴奴 伴奴奴 就是有點像你去好市多 大家都在台中一吃的那種感覺 中午好市多 農曆七月普渡這件事情 是真的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那一天是唯一一天 所有的人間跟陰間的門是通的 那他們可以回來看看家人啊 看看他們生前住的地方啊 他們就會來吃飯 國定假日的感覺 真的假的 餘神通心裡面去陰間報到 小的可能那些人沒有長得那麼好看 都是滿真實的 就真的要過很多關 對然後可可也總會也是很真的 想好你到底要客人去哪之前 就是有個地方可以先休息 有很多就是說 關落陰啊 或者是你原成功 就是可可也總會一樣的感覺 可是我有客人真的就是 像大法師一樣 突然有東西附身 然後他就突然整個脊椎 往後 成90度 然後我們就是 看到人想說 可是還是要很冷靜的 就叫他回來 叫他回來這樣 那你自己本身有被護到過 或是卡到過 不會有時候就是 酒超多了 可能會遇到一些生病 想要來聊聊天而已 通常我們是不太會被附身的 不管有沒有農曆契約 大家不要在家裡 就是放大杯咒啊 因為我那天不舒服 然後我就想說 讓自己稍微舒服一點 我就躺在床上 點個香噴蠟燭 跟聽個大杯咒 讓心情比較平復這樣 發環線動作就放著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那邊休息 然後大概半小時的時候 我走起來看手機 Oh my god 老師常給我訊息 你放那邊會有更多人來聽啊 超恐怖的 那他笑話也是你 對 超多人跟我說 卡特 不可以放這杯咒 保全家的燈都打開 把東西洗掉 把音樂播成什麼韓國K-POP 超可怕 超級害怕的 可是你放這些東西 有些在佛教的觀念裡面 他們是普渡給眾生 眾生就是那些好朋友們 他們可能留在人間還沒有離開 所以他還說是你發便當 你就在你家發便當 然後便宜在便當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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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會越排越多 人家排一圈圈圍繞你家裡 可能拿完就會走 或是拿完還會想說 他等一下會不會再發 因為我在這邊再拍一張 可是我家過年初一 我爸就會早上就放了 有些長輩要善良 他們就會想說 那他就是來做一些功德 所以會在家念經或什麼 有些東西是可以放的 只是大家很難分辨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們還是先不要好 就是多做好事 幫助別人 就會運氣比較好 不去駭人 不要駭人的想法 沒有 其實也是對自己會比較好 沒錯 那八字那些呢 現在果然很聰明 他們在看 時代在走 好兇地的進步 我們在八字最重要的人 就是最容易拖運跟被哏 被壓床的時候 就是很多網友跟我說 你要大罵髒話 對 真的假的 對啊 看壓你的是什麼 有些人是阿貝 卡在你身上 躺在這邊 他就會一隻手撐在你胸膛上 然後你就罵他髒話 傳遞他這樣 對 如果你在遇到被根或被壓 你其實感覺到怪怪的當下 就是 你好不好意思 如果我要有到你的地方的話 就是我跟妳說個抱歉 但是我看不到妳 我也不會處理 還是請妳去找看得到的人幫妳 如果妳有什麼需求的話 還是我帶妳去附近的土地公廟 請也能夠幫助妳的人幫妳這樣 特意的地方說我沒辦法幫妳這樣 然後 有時候去一些景點啊 像我們去台南很多博物館啊 廁所 或是邊邊攪一攪會有東西 可是妳還是得去上廁所 我就會想說不好意思喔 本來上個廁所我就走了 打擾妳了這樣 因為那是他的地方 去飯店一定要敲門 打擾了 住幾天 我會通常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喔 我帶妳什麼時候會走這樣 安靜你們先離開這個房間 讓我舒服 對 都稍微打招呼一下比較好 其實就跟人一樣啦 因為其實妳去拜訪人家 我來拜訪一下 就是一個善意的感覺 只能出去玩 有些很漂亮的景點拍照啊 然後如果附近有看到有公墓 有經過墓碑的話 有些人會在那邊墓碑旁邊玩啊 如果他真的有什麼錢 那他們就會坐在那邊看 就像阿公阿嬤坐一排在那邊全涼一樣 那在人家面前打一打去 或者是在那邊丟垃圾 可能就會讓小生病一下 就大家不要白去觸犯這些有多美的 通常從9月就會開始處理一些暑假去哪裡玩 遇到的東西 看營火蟲 結果白天一再去 看到旁邊都是人家亂張的感覺 拍照啊自拍 我就發現共產多一個省 但是那就是人家的地方 有時候後面也喜歡拍照 好 如果真的要去沒關係 你就隨身攜帶 然後你不會隨身攜帶香 你就隨身攜帶 可能演 如果你要去野外的話 啊記得相信要吃掉嗎 就是拜一下這樣子 比如說像你們工作人 打個照顧這樣 所以難怪很多拍片前 他們都會拜拜 就要怎麼一切順利 拍片最容易遇到這種 還有登山也會啊 就是夏天的時候去看風景嘛 然後爬山前會教過我們的客人 就是你在山下先去圖跟拜拜 就是說你們一群人謝謝誰啊 預計幾天好幾天回來這樣 請他保佑你平安 結果拜完之後整團完全沒出事 連破皮都沒有很神奇喔 他們會跟著你出國嗎 比如說我現在去日本兩天 他就一起去日本玩一下 藏在某個東西 可能藏在你的影子裡 或是藏在你的娃娃裡面 包包上面有娃娃 你就會突然黏在裡面 房間裡不要放太多娃娃 有完整的臉部無關跟四肢的 迪士尼那個紫色那隻兔子 是我最恐怖的 那個時代啦 他是一個完整的形狀嘛 然後住在裡面就是一個小女孩的 怨氣很重 因為他小部分音樂在裡面有玩具 然後看到這個玩具就很喜歡 他就住在裡面 然後我去我朋友家玩這樣 不小心靠到他 我被見到 我這樣彈起來 他就這樣這樣 我朋友就是以威敏感體質 我說你這兔子哪裡來 他就說他哪有送的 然後那還是正辦的 被虐的兒童是 日本兒童 因為他是在東京迪士尼買來的 就是在日本就跟在裡面 然後帶回來 然後帶回來 好那如果老師我真的被跟的話 就是除了去找老師 還有什麼辦法是可以 你說自救嗎 對有什麼自救法 其實剛剛那樣就是你在心裡跟他講的話 其實就是最快的方法 就是這樣而後帶他去附近的土地公 我就問說 欸請問一下就是我後面是有好兄弟 然後如果有的話 可能就是麻煩土地公就帶他 或是幫助他 因為我比較高興 但是好像有聽過說 就比如說你剛剛可能去玩商事或什麼 盡量是去人多一點的地方 對啊像有時候我去太多好朋友的現場 我也會去外面走著再回家 你就可能不要馬上就直接回家 對 我現在人氣比較好